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服務處人員一大早剛好入到有民眾在基隆河七堵段上獨自練習滑SUP 也就是立獎衝浪板 讓張耿輝有感而發強調 自從設置原三指分紅道之後 基隆河就不曾再發生過水患 這麼多年來張耿輝不斷建議政府主管單位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以及更下游的七堵段適合的地點 應該分別設置藍河宴來發展水上活動 也可以兼具調節水位蓄水的功能 方便水公司在八堵段抽水到新山水庫儲水 找幾個適當的地點製作藍河宴 那這一次為什麼要製作藍河宴呢 我們現在氣球等個天氣氣球地球再暖化 未來接水的現象會更明顯 那當初我也是希望能夠做藍河宴 一方面可以儲水 一方面可以來實施水上的一些油氣活動 因為這一次我們可以從仙南諾的颱風 它降了很多雨 可是我們基隆市新山水庫 為什麼不能除一些水 那原因是新山水庫是離潮市的一個水庫 那需要從我們八堵這邊來抽水進去 那我們可以做藍河宴的話一方面可以讓我們乾旱的時候可以儲水用 然後洪溫的時候讓水過去我們可以儲一些水 然後一定的水量然後來發展我們的水上的油氣活動 張崗輝表示由於新山水庫屬於離潮市的水庫 因此水公司必須從八堵段抽河水經過過濾再送到新山水庫儲水 所以八堵段如果設置藍河宴可以作為河川干河期間 調節水位蓄水的功用 而七堵段設置藍河宴就可以發展水上運動活動 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